大家好 欢迎来到安妞韩国通 今天是星期天 天气变冷了对不对 好 今天呢 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内容呢 其实鱿鱼游戏啊 我们已经讲了好多好多集了对不对 不过今天呢 还是会讲到一点点鱿鱼游戏 不过今天的重点呢 我们放在北韩的金正恩 北韩的金正恩究竟怎么了呢 他健康又出状况了吗 还有鱿鱼游戏超行 连金正恩都酸 南韩是资本主义的写照 难道他有偷偷看吗 我不知道耶 你知道吗 因为之前呢 这个爱的迫降的时候 他们也有批评 哎 金正恩很有意见哦 对于这部片 鱿鱼游戏非常的有意见 难道这个金正恩有私下有在看这个鱿鱼游戏吗 当然还有北韩竟然出现了超级队长耶 而且是蓝色的景深音 军人兵种曝光 是哪一种军人兵种曝光 这一集就要让大家好好来听听 还有要告诉大家 如果全程收看安妞韩国通的话呢 会有这个全程收看的这个抽奖 在最后的时候呢 我们会由这个大直 由郑川安 韩朝霸赞助的这个美食来抽奖 好 今天呢 我们先要来讲 鱿鱼游戏行 这个金正恩很有意见哦 他怎么说呢 他说 哎 这个是南韩资本主义的写照啊 因为呢 这个南韩的鱿鱼游戏热播啊 我们昨天探讨啊 南韩的真实社会啊 真的是很惨很惨 真的根本就是他们剧中的写照 但没想到北韩啊 可是批评这部鱿鱼游戏 人家66个登顶Bnetflix这个第一名对不对 哎 他批评哦 很有意见哦 他怎么说呢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最近出席这个军事武器国防会 结果啊 北韩的士兵演出另外这个外界是瞠目结蛇 怎么说呢 表演竟然呢 包括了铁头弓 钢筋斥猴等功夫表演 但金正恩却十分开心的满意 而且呢 针对南韩最近最夯的电视剧《游与游戏》 北韩则是透过官方媒体评论 他说这出戏根本就是南韩社会弱肉强食资本主义的最佳写照 我们来看一下这套SOT 邪心残忍 紧张刺激 互相厮杀 极端竞争 最近爆红的犹豫游戏吸引全球1.1亿观众收看成为全球最热门话题 Netflix宣布该剧是史上最高收视剧 不过北韩觉得这部南韩夯剧很有意见 北韩通过官方媒体评论游戏是南韩社会弱肉强食资本主义的写照 评论还讽刺剧中描述的是南韩社会高层腐败风气弥漫 穷人成为有钱人的棋子 这才是南韩真实的现况 士兵表演胸口碎大石加上铁头弓破砖 这些则是北韩官方希望吸引民众目光的另类秀 金珍12号高调出席首都平壤举行的国防展开幕仪式 看到官兵麦里演出显然相当满意 笑容满面拍手较好 展览会上还有各种北韩最新的武器亮相 包含新型的超音速导弹等等 成为北韩庆祝劳动党党境的一大亮点 至于这一场国防秀 能不能吸引北韩民众不翻墙偷看鱿鱼游戏 应该是见仁见智 谢谢张丽 送货报导 好啦 他应该是有偷偷看吧 金珍这么有意见 不过这也不是第一次他批评这个韩剧啊 这个火红韩剧记得大家记得去年的这个爱的迫降吗 北韩当时啊也曾经批评 因为有讲到那个南北韩这个的故事嘛 就是南北韩的爱情故事 他当时呢也曾批评爱的迫降 红到让北韩火很大 这个是生气气气普普啊 他那时候呢怎么样呢 你可以看到哦这个当时啊 这个爱的迫降真的是 也是让这个南韩的民众 还有各国的民众觉得 哎 非常的棒对不对 这部片非常的好 结果呢 这个北韩的这官媒就痛斥 哎 根本是歪曲现实哎 喜欢的这个 喜欢看这部片的人 都是没良心的败类 难道水晶主播也是败类吗 好 有这么严重吗 真的没有那么严重啦 当时北韩还发文哦 他说怒闹尊严被贬低 批评这个看爱的迫降的观众呢 是没有良心的败类 然后孙艺貞跟玄冰主演的这部片呢 无论是在韩国啊 或者是亚洲地区都掀起了一阵追剧潮 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多 就是写实北韩这个 北韩的一个部分嘛 但是呢大结局播出近一个月的话题不断 北韩的脱北者也大赞这个聚集啊 比这个还原度这个非常的高 就北韩就批评发文说 爱的迫降 聚集根本就是虚假荒唐 收看的观众是没有良心的败类 北韩的媒体 我们民族之间发表了一篇名为 绝对无法忍受恶劣的挑衅行为的文章 来批评爱的迫降哦 当中就讲到南韩透过聚集 对这个北韩捏造虚假 及荒唐的不当行为 表示强烈谴责 所以北韩表示呢 聚集不应该把民族分裂的悲剧 当成笑话 除此之外 另外这个媒体呢 这个北韩的媒体也有讲说了 这个爱的迫降 掩含了南韩社会的腐败 同时也贬低了北韩的尊严 表示制作组必定要因此付上最大的代价 有没有这么严重啊 好啦 这个是 这个是爱的迫降到这个鱿鱼游戏 我觉得他们这真的北韩的人 搞不好都有偷偷在看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不然怎么会知道 这个剧情是怎么样 好 不过呢 我们讲到这个金正恩啊 其实他虽然对这个鱿鱼游戏 非常的有意见 不过他是不是健康状况出问题了 怎么说呢 因为呢 最近呢 我们看到啊 就是金正恩虽然批评说 这个南韩的这个资本主义写照 这这部片有资本主义写照 本来就是资本主义啊 这个 这个南韩版就是资本主义 就是阶级论嘛 对不对 可是 听说呢 北韩里面真正残酷血腥的军队式管理 很多民众觉得 搞不好你这个也不输 鱿鱼游戏里面的 这个里面的这个 这个规则吧 那严厉的规定 搞不好这个北韩的这个军队里面 也是很可怕的 这由于游戏一堆这个圈圈叉叉 正方形的面具人啊 据说呢 已经成为今年 万圣节面具最行的造型 不过 咱们北韩的 这个朝鲜民族 也不是省油的灯 来看看这个外点画面 北韩官员一字排开 和领导人金正恩拍纪念照 但在一堆军人中 唯独他特别显眼 一名男子身穿蓝色超紧 身衣头戴蓝色小帽 这打扮等等 怎么有点眼熟 跟电影美国队长比一比 北韩这名男子穿着打扮 完全复制贴上 简直堪称北韩队长 不少南韩网友疯狂讨论 说他是超级英雄 火箭人 还有人说这该不会是人体炮弹吧 也有网友说 这会不会是北韩的太空军代表 不过答案揭晓 原来他是为了在金正恩面前 表演跳伞 才会穿成这样一样 一名男子大秀高空跳伞技术 金正恩和干部们 全部都仰头看得超认真 金正恩更是看到笑得合不拢嘴 开心得不得了 原来这名北韩队长 就是为了表演跳伞 才会穿得跟别人不一样 而金正恩今年党庆 首度开办武器展 大拉拉展出最近五年 北韩开发的新型武器 金正恩和官员讲话时 背景就是火星16型洲际弹道导弹 放在22轮大型移动式发射车上 另外日前才进行试射的 火星8型极超音速导弹也在现场 金正恩今年每半大阅兵 用另一种方式炫耀北韩的武力威吓 记者中秀报道 好 不管是这个超级英雄啊 还是火箭人啊 北韩这个蓝色紧身衣的官兵 穿着超级袭击 这个北韩媒体呢 在12号呢 刊登了这个 这个金正恩视察部队 并且与官兵合照的照片 就发现啊 入境的这个官兵啊 都身穿北韩军人规定的 橄榄色的这个军服哦 不过照片的 右下角 大家有没有看到 真的呢 出现了一张 这个很很 出现了一个人 非常的突兀 他穿着这个亮蓝色的紧身衣 头上还戴着 类似炮弹的这个头盔 在这张照片 这个看出之后 马上在推特跟 其他的这个社群网站啊 狂传开 不少网友说 哎 这是什么来头啊 因为你知道全部都是一片绿 橄榄绿 结果他这个 甚至大家就说 嗯 这应该是北韩来的 超级英雄 还是要叫他北韩队长 还是甚至连火箭人都已经 这个称号都已经出现了 一位这个美国专家 研究北韩问题的专家 他就打趣的说 这个士兵 会不会是打赌打输人 才要这样穿 不过这是玩笑话啦 专家说呢 这个人呢 应该是北韩的散兵 因为金正恩稍早视察了散兵部队 才发现说啊 原来的北韩散兵 穿得这么 咛咛咛的 像这个北韩队长一样 感谢大家